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近期讨论的一些热点话题 首先有人提到可以直接捐赠比特币 大家对于这个数字货币的了解如何呢 接着我们谈到了与上一代和下一代的隔阂 与上一代的隔阂主要是在于电脑 而与下一代的隔阂则是数字货币 最后我们还讨论了一些关于学者观点和批评的话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页下话献亏说可以直接捐赠比特币 Bill D先生说回老家祭祖 今日日行1400里没时间上网 你昨天又说啥了给炸了号 前两天劝你们几位讽刺过头了就变成了讽刺 怎能不被挤掉张嘴的脸有冲净符号 Hima说比特币我都不懂 一页下话献亏说爱我一直在想 我们与上一代的隔阂最大的就是电脑 然后我们跟下一代的隔阂应该就是数字货币了 还是年轻人引领世界啊 现在的小孩子太聪明了 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比当年我这个傻小子聪明太多了 Bill D先生说那可不行 我要打伏击的可惜各位的批评不构成我打伏击的态势太表面化了 比如老叶说真学者那有认同普世价值的 这不是瞎开玩笑吗 那里能引发正常的讨论瞇眼的开口笑脸 还有什么糟老头一类的 简直一声叹息呀瞎眼的开口笑脸 程大厨说你那是中了大佬们的玄冥神长 除非自己再练个九阳神功 否则张三丰度就不了 若福欧 何王GXVN说 当老拜登一直强调意识形态斗争 就证明他要的就是搞苏联一样搞你 问题是我们自己知道 鬼都不信共产主义 这玩意就是个工具 那你觉得拜登不知道吗 那他为啥这么喊呢 我也不觉得共和民主党不知道怎么回事 都是口号罢 其实都是现实主义 只有当美国发现搞不死你经济 或者搞死你我也要瘫痪 那才有的谈合作 在那之前就是呼号 Bill D.先生说 这话还有点意思 学者们的间接短则十年 多则三五十年 在场的积达数百年 他们也是在前人萃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发扬光大 但他们的观点今天看起来依然问题很多 主要是时代发展太快 我被应该扬弃及修炼驱昧的功夫 但由于其学术基础扎实 观察框架角度相对完整 确实极具说服力 举个例子 民主国家的缺险 这五位米、福、亨、秦、鸡的观点就基本一致 论证的方法却有不同 对极权国家的问题他们也看得很透彻 结论相当一致 结合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类国家的问题 我认为对我们的观察会有很大帮助 不是不能批评 那有不能批评的人 而是要努力批评的到位 比骂大街高一个层次的批评是 这个人水平不怎么样 基本是一派胡言 这种议论不但浪费感情 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别人的真心的承认 何老师说 特朗普准备上任了吗 整天研究怎么对付中国喜极而泣 程大厨说 中间两段貌似有点矛盾 第二段 感觉是说不要执着观点 要学习研究方法 这个我也同意 第三段 却又告诉大家 学者的观点一致方法不同 我又有点晕了 肉下化线S 第四段说要批评到位 那就是冰箱不好 除非能说出个原理 否则就不能随便骂厂家 这要求有点苛刻 最后一段 别人说不定只是纯粹发泄 未必想得到承认的 就像拽姐一样 坠 一马说不可信 阿家为龙说 米 福 横 琴 鸡 这五位只有亨廷顿 超越国家意识形态 还有小兵川时代 路权和海权都超越了国家 Guten Talk 0000说 中国三蹦子电动车在欧美有市场吗 电动汽车你说有国家安全 不能卖 卖三蹦子总可以吧 先把这块欧美市场吃下来 阿家为龙说 全地形车 Guten Talk 0000说 这个不能拉货呀 续航能力有限 中看不中用 外观中国厂家完全可以改成欧美喜欢的样式 我觉得三蹦子车还挺适合美国的 出门买个啥 运个啥 都方便 还便宜 关键 美食膜国家安全 数据风险的说辞 阿家为龙说 皮卡可以后挂的 Guten Talk 0000说 我觉得应该先把三蹦子车 先引进美国市场 看看销路如何 试试水 Bill D先生说 前边一段就不回了 最后一句 我觉得还是应该说两句 第一是在华人社会里 我还没有见到一个说话 做事 不寻求别人认可或承认的个案 比如我们孝敬父母要图一个孝字 特别是别人认可的那一种 尽管发自本心 却也要别人的承认 做事业 写文章 办社团更是这样 当官还要加一万个更字 这些年 网上的发言也都如此 胡锡进 司马南 王志安 没有承认就没有流量和粉丝 不缺钱也需要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被别人认可 从而达到心里的满足 比如秦辉夫妇或者这里的小拽荷包吗 甚至原理自己花钱做善事 同样期待别人的认可与承认 第二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做自己不求别人的承认 据说是有的 但我还没有见过 牧师及藏传佛教的上师都不是 他们恰恰需要更多人的承认 所以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在人们寻求承认的奋斗中才逐步实现的这句话 我深以为然 并迟迟找不到反例 当然包括这里 程大厨说 那两位和秦辉夫妇相提并论 人家可不是来寻求满足和认可的 目的不就是为了来搞臭老和搞掉六度吗 你这还是书读的太多 过分纵容就是相怨了 阿加为龙说 去年就已经有了 Roflow https 3w.youtube.comwatch V等于Bictonex Bill D.先生说 你就是过于不学无术 把时间浪费在闲扯上 本不想这样说 从人的角度 著作等身的秦辉和面馆老板的你 也一样可以相提并论 和任何人都可以 第二 寻求承认和认可 既有手段上的 也有目的上的 更有人格意义上的 甚至包括自己 高尚的价值观或得意的胜负手 去努力在现实生活中获取别人的承认吧 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这里 何老师 说 精神分裂症喜极而泣 一夜下话 现亏 说 Roflow 程大厨 说 咦 我做面馆 还就不求承认 经常有被我赶出去的客人 也不做外卖 也不上大众点评 人家说好 我也没感觉说 不好也无所谓 还真是不求认可 就凭兴趣而已 在这浪费时间闲扯 也是我自己的自由啊 可指挥不得 Roflow 一夜下话 现亏 说 在现实中 真的那么容易找到 与大厨如此睿智的人 交流都难 更别说承认了 大厨最容易 在现实被人承认的 就是那碗牛肉面 味道真的不错 甜点说 你这么拉夸不亚于 我在地板上翻滚大笑 Bio底先生说 这段话 就是你在寻求承认的证明 这叫价值观层面的承认 但你真的是不是这样 不要在这里说出来 而是要去实践 程大厨说 叶子瞎扯 老比尔说我不学无术 还真没说错 就是啥都碰一点 啥都不精通 Bank说 比尔兄一回归 语言犀利了不少 你说不读原著 难以提出有价值的批评 这种现象不是俯首揭示吗 不了解中国 就把中国批评一通 不了解美国 随意地丑化美国 你说人需要其他人的认同 但是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随大刘 跟风 至于小布和拽姐两位 我是蛮欣赏他俩的 我是希望有人能用他俩的方式 挫挫他俩的锐气 天思燕说 小狐狸这话说的挺有道理的 科技的发展 有科技发展的道路 但将科技转化成产品 还是要看市场 中美现在作为两个大市场 对于产品的形式和路径都是有发言权的 我看过很多很好的工业产品 就是没有被公益选择 渐渐地被淘汰掉了 很可惜 但也是一种市场选择 Bill D. 先生说 你和我争论也是在寻求承认 寻求承认并没有什么不好 恰恰相反 是求上进的表现 但是要有选择 在网络论坛里的承认 不如把力量应用在生活实践中 陈拼下画线WU说 今天不主席没出来啊 陈大厨 说 真没有寻求的意义 老师说 明天就算挂了 我也没啥遗憾 感觉都活直了 活不出啥心意 大概现实中你没碰到我这样的吧 去看球了 Guten Talk 0000说 单手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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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思燕说 山东人这么能吃了 Bill D. 先生说 你说得对 生活中就是这样 比比皆是的人云亦云 独立的思想建立在独立的人格上 他们的底层是经济自足和独立 所以 真正的承认来自于自己的努力 直到实现顶层目标 就是思想独立 原著阅读好笔思想上的财富自由过程 积累直到质变 这整个过程中自然就实现了 别人对我的承认 顶层目标实现 我想会反过来促 静静一步的否定自己的观点 然后是下一个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缠定和般若的六度轮回 眯眼的开口笑脸 实验说 美国三月就业成长 总第三名人 优于预期 实验率为3.8% 阿嘉维龙说 为什么苹果放弃的电动车 非常像Kano 影片中排名第三的位置 我开始有点怀疑 苹果造车的说法了 HTTPS HTTPS 日本日本因为过于强调专利保护 比方你去超市买个啥 比方你去超市买个啥来回三蹦子 安全性可以改进 TNCM说 我还记得莱弗林呢 又贵又重啊 很难不被淘汰 国内有款皮卡 叫山海炮 我开过一次 挺不错的 主要是真便宜啊 老钟说 你开着三蹦子走在路上 一个车道 他们一般的小区内 道路限速40 小区间的道路限速50或60 公路限速70或80 但一般人开车都会超速 只要不超过20%警察就不管 想想 跟在三蹦子后边的那些车 所以不行的 TNCM说 三蹦子是我国物流的重要装备呢 作用真的不小 老钟说 我国行啊 北美不行 我国有专用的自行车道走三蹦子 但这里好多地方连人行道都没有 Roflow 情下 说 他一讲中国 我就跳脚 是我的问题 也是他的问题 笑容可拘 他的问题是认为 为了维持美国霸主 不惜代价 哪怕和中国开战 这一点上 那位保守派的主持人都不敢苟同 你是有些双标 因为他在说到俄乌 以巴战争时 倒都是主张 不该无谓牺牲乌克兰的生命 也不该任凭以色列不人道的对待巴勒斯坦的平民 因为这时候冠冕堂皇的说辞和实际利益 及收缩其他战场来专门针对中国 是一致的 他从不讳言 不希望美国被任何事情模糊焦点 要精准恨的对准中国猛奏和蓬佩奥 与冒春之流骨子里没什么区别 虽然表面上看没拿两个人虚伪 普世价值 其实他也是天真 以为东南亚包括越南 新加坡等都愿意加入美国的阵营 其他的视频他有讲过 步调一致的服从美国遏制中国大战略的需要 不吸引族权武航来对中国做最后的极限施压 因为从美国来讲时不我待 其实也不知他是否对美国社会有清醒的认识 今天美国社会内耗严重 实力明明是今非昔比了 不知道做不到 而还硬要做 最后的结局是所有人都很惨 当然如果美国十几年前就听他的话 专注于全面遏制中国 中国今天怎么样很难说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他对中国的预判是有远见的 可惜形势比人强 美国的今天和中国的今天 都不是过去那个自己了 幸好何老板认为中国不会被激将 逆来顺受的耸 所以期待不破局吧 还得称赞他是一位非常有风度 表述极佳的学者 TNSN说 老中书最近国内流行起摩托车来了 机动车道里钻来钻去的 一看到这些年轻人 我就想起你 老中说可能买了好玩吧 反正大街上看不到 Hima说只是个别销售 没有供应链 运费不便宜 老中说农场里边或者乡下村子里 用用也是可以的 那么大的农场 他们都用皮卡 但有的时候三蹦子应该比皮卡好用 但真当产品卖到北美 安全性是个大问题 10月说今天中元月真的产能从何而来 尤其是低人权优势 是误导与不公平 中国产能的真正力量 就是优质的工人 流水线上的工程师 敏锐的企业家 韩国 台湾 也有这些特质 Guten Talk 0000说 优秀的基础配套设施 发达的路网系统 谁说 刚刚地震 我们这里 Guten Talk 0000说 日本 不好意思 谁说第一次 危害 但是房子摇动厉害 Hima说 所谓低人权优势 就跟残疾人 做的铁免费的道理差不多 明哲说 直播间地震 Hima说 残疾人是有优势 一夜下话献亏 说 Roflow 中国城市发达地区 大多数不让三胖子上路了 交警会抓 农村地还有些 还有些是去山上的 非主干道 北美不是地广人稀吗 三胖子正是大有用处啊 Guten Talk 0000说 三胖子在北美 我认为有打开市场 销路的优势 可以搞搞 跟国家安全 总不能挂钩吧 石叶说 非常明显 晃动 Guten Talk 0000说 先让老美 常常填头 那不得四缸五级 这是什么征兆 请随时关注 天象 水流 动物等异常情况的发生 一夜下话献亏 说 今年灾难那么多吗 进入地窍贫发年 秦夏说 被你说中了 我现在看的 还是近十年前 果断退换掉韩国电视 而买的松下等离子电视 很重 但就是喜欢电视画面的色彩 程大厨 说 同样09年的松下等离子 还在看 握手 Handshake 利说 狗狗如何反应 西说 我在办公室 老钟 说 最新的可以超过等离子电视的色彩和动态响应的电视机是OLED电视机 好像这一次韩国人聪明 专利权没有那么严格 秦夏 说 借口都回家吧 怪吓人的 惊声尖叫 利说 轻摇不离办公室 秦夏 说 我记下了 老钟 说 美东应该不在地震带上 所以不用怕 就像在上海 不用怕地震一样 秦夏 说 多伦多印象里发生过一次 利说 丹麦好像也忽悠过一次 秦夏 说 主要唐山大地震的阴影太重了 对地震怕带冷汗的笑 利说 是的 老钟 说 记得大学的时候 上海发生过一次地震 大概四点几集 班里其他宿舍的人 呼呼地往外跑 我们宿舍七个人 在门口 看着大家跑了以后 又都回到床上睡觉了 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 那些仓皇逃生的同学们 那一张张面无人色的脸 利说 我都是哪个减价减得厉害 就买哪个 你们还讲究这么多 老钟 说 如果不是对比着看 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看不出 OLED电视和 QLED电视的区别 利说 好像是有过 印象已经模糊了 你给科普一下呗 Q应该比欧新式呀 按字母排序 情下 说 结婚时一半的钱 买了索尼的三枪 电视 爱死电视的色彩了 此后没买电视 对画面色彩有执念 带冷汗的笑 利说 我是盼着电视机坏 坏了就立马买个减价最多的 然后继续盼着坏 尺寸倒是美台单向增长 喜极而起 一夜下话幸亏 说 办公室如果跑出来 能很快吗 利说 楼梯 和先生跑不快 情下 说 不是一般的喜新厌旧 惊 利说 李奇 小杨应该很快 老钟 说 用一句话形容两者的区别 OLED是自发光LED电视 本质上不算液晶电视了 KLED是更高分辨力 和更高LED光照的液晶电视 利说 所以 Q的色彩更好 能这么理解吗 我最近买的那个 不知是啥 买的时候特别加价调了一下 说是色彩更自然 老钟 说 OLED用色彩和动态响应 打败了老一代液晶电视 但缺点是成本高 容易产生坏点 QLED是最新一代液晶电视 达到OLED的色彩 和接近的动态响应 但成本还是接近液晶电视 色彩应该是 OLED更好 但如果坏一个 LED就会产生一个坏点 大屏成本就比 KLED贵很多 老钟说 他老人家是思维定视了 很难自己走出来 利说 和先生的朋友 老友 有笨的 实验说 军陶当年确实厉害 现在思想也有些张力 老钟说 他一定要有所坚持的 否则会陷入自我怀疑的 实验说 真是令人叹息 利也说 这话 钟 山东音 第三声 翘舌 他身边没有礼器 实验说 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 包括身在北京的 兵产业 中国在发生 什么都搞不自大 纳兰 说 华语无媒体 真相早不知 实验说 我们也常有不同看法 叶青 说 中国产能的秘密 在产业本身 也在产业之外 发达的物流运输 铁工机港 充足的水电供应 足够的受教育工业人口 高效的行政审批 完整的配套产业体系 安全的社会环境 以上任何一点不具备 都会大大提高生产的成本 降低生产效率 实验说 台湾当年能发展 也非一日之工 叶青 说 蒋经国的十大工程 功不可没 纳兰 说 去土耳其 当地朋友就感慨 土耳其没有大政府 搞产业开发 看街上繁忙的人群 肯干的也是不少 老钟 说 胡平比君涛更客观一点 纳兰 说 君涛更可爱一些 叶青 说 别说土耳其 就连墨西哥人都相当吃苦耐劳 可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实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